人到中年谈了婚外情 这真的不是激情 也不是爱 就是一段孽缘 我接触婚外情这么多年了 凡是我们经手的案例 大多数都是当下爽 事后一堆的货 前段时间有一个男性来访者跟我说 他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只是喜欢外面那个女人 没有想过离婚 但是慢慢的时间久了以后 和对方相处 他觉得感觉很好啊 再看看妻子 觉得这妻子是哪哪都不好 回家了 他还要帮妻子做家务 还要照顾孩子 还要听妻子说孩子的事情 家里的琐事 他又觉得很烦躁 但是和外面的女人在一起的时候 就没有这些事情 两个人在一起就是谈情 说爱 一起玩手机 玩游戏 没有那些烦心的事情 他又觉得很舒服 很自在 但是时间长了 他发现外面的女人 不会让她做家务 但是会让她买这个买那个 虽然在性生活上满足她 但是总会不断地跟她提 让她离婚取她的话 可她从来都没有想过离婚 所以她一直拖着 结果外面的呢 天天和她闹 软的硬的 就这么磨着她 她就想断掉了 但是这个女人 她一旦沾上 真的是不死也得 把她一层皮 她来找我们咨询的时候 就是因为外面的 这个女人放话了 只要分手 就和她鱼死网婆 让她人财两空 那什么是孽缘 其实就是给人带来不良后果 带来痛苦和困扰的人际关系 这种缘分看起来 有好的开头 好的感觉 但是最后注定以悲剧收场 所以这么多年来 我看到的婚外情 都是一时爽 事后一堆货 我们在咨询当中 真的有被三姐讹上的 有被三姐骗光钱的 还有被三姐举报的 有的是跟孩子断绝关系 还有把事业给整没的 全家都只能到外地去生活了 总之你一开始想得有多好 往往最后的结果 就会有多惨